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这个介绍基督徒诗歌故事的活水诗歌频道 今天我们所要呈现给各位的诗歌是大本诗歌第406首 《安息在那永久仿贝》中 英文第558首 《Leading on the everlasting arms》 这首诗歌是由两位作者的 安东宁·肖沃尔特 跟霍夫曼弟兄 这两位都是上世纪初美国弟兄 肖沃尔特是一位阿拉巴马州 哈德塞尔的音乐老师 同时也是该地区幕会的长老 他也是本诗歌曲调的制作者 这诗歌的起言是有一天 他收到了他两位学生的来信 说他们的妻子最近都去世了 一时间他不知道怎么样的安慰他 祷告过后 肖沃尔特便以《生命记》33章27节 写信去安慰他们 更古的神是你的居所 他永远的宝贝在你以下 记得信以后他觉得 何不以此来做一首诗歌 后来他便以此为依据 谱了曲 并且做了一首短诗 辨识这首诗歌的副歌 后来他又请他的朋友 霍夫曼弟兄继续的行 霍夫曼弟兄便把这首诗歌的删减完成了 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首诗歌 而这首诗歌是特别为了在受试炼中 心中伤痛的人而做的 唱这首诗的时候 让人想到神永远的宝贝 虽然灾难临生 虽然心里痛苦难忍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神的应许 他永远的宝贝在我以下 他的宝贝扶持着我 不叫我跌倒 第一节交通和甜美喜乐和风营 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 福气和全辈平安和神圣 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 副歌 安息 安息 平安稳妥 一无惊恐 安息 安息 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 每当我们回到灵里 活在交通中时 在基督里的事实 丰盈的喜乐 全辈的福气 都要成为我们的享受 而这一切的根源 是因为我们的主神 他应许他大能的宝贝 要拖住我们 生命纪33章的内容是 神人摩西在末了的时候 对十二支败 和全以以色列人的祝福 而这样的祝福 也是应许 他今天的应验 就是在基督里 今天凡是在基督里 所有神的儿女 都能够有份 并享受这样的福分与应许 而生命纪33章的背景 是以色列人要进入美帝之前 神人摩西所给的应许 然而他们是面对 即将要发生的战争 按人看应该是惶恐 可是这里有主神 永远宝贝的扶持 他大能的手扶持着我们 所以可以说是何等的安息呀 这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 在基督里神的儿女们 我们活在主的引导之下 我们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环境 可是主那有能力的宝贝 其实是一直拖着我们的 阿们 这是确定的 因此尽管安息的往前吧 先分享一则 小林姊妹曾经所做过的一个小见证 小林姊妹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家里住的是日式平房建筑的结构 棉被跟一些寝具都放在上层 有一天天气骤冷 他爸爸就说要把上层的棉被和一些寝具拿下来 因为他个子小 所以他爸爸就扶他上去 并且没有用梯子 等到该拿的寝具棉被从上面丢下来之后 工作结束了 才要下来才发现柜子离地面 好高啊 他个子很小 所以说他觉得好高 加上当时室内昏暗 下面是一片漆黑 小林快哭出来了 爸爸好高好害怕哦 他爸爸却说小林不要怕 你跳下来爸爸会接住你 没事的 可是好高又好黑呢 要他跳是不是往一个黑暗的地方跳下去 没关系的爸爸会接住你 接着小林变众声一跃跳下来了 啊的一声 他爸爸接住了 他事后回忆说当他要跳之前 他的确是恐慌 可是听到他爸爸的话 他相信了 他的心就稳定了 也经历了 多少时候我们的经历也似乎是这样 这条道路前面忽然遇到一个 生不见底的未知领域 我这脚要踩下去吗 我要投入吗 如果你确定这是出一组的带领的 那么你就要想起主那伟大的应许 他永远的宝贝在你以下 这样你就能够经历到主那永远 宝贝的扶持 阿们 第二节 经行这旅程 心中满平安 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 月行越光明 灯光照灿烂 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 在这人生的旅程中 主的手保守着我们 因此心中挺稳妥 以过的经历印证 这条路是越走越光明 越走越灿烂 所以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安息 因为主那强有力的宝贝扶持着我 第三节 有何我所惧 有何我所怕 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 与主有同居 平安不附加 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 既是这样 那么事事没有一样是令我害怕的 只要我学习一直投靠着你 一直活在灵里面 享受主神那永久的宝贝 那么我就能够一直经历 主宝贝的扶持 再分享一则真实的见证 在17世纪时 欧洲发生了一些宗教战争 这国的军队会杀掉另外一国的基督徒 在一个寒冬的早晨 一国大金破灵得进 要杀害基督信徒 晚上一位老父坐在剪斗的田舍里面 他的儿子带来这可怕的消息 杀害新教徒的军队已军破在眉睫 就在今天晚上就要经过此村 他就劝母亲赶快逃到山里避难 母亲却回答说 如果神不许可 他亦保护 说完跪下祷告 记者点灯唱歌 有墙筑在我周围一丝 他的儿子急着说 你这样做非常的不智 因为灯光歌声都会遭遇敌人来捉囊 但他不听仍旧唱歌 儿子更加着急说 神怎么能够帮我们筑一道墙啊 他亲身回答 他若愿意 他必定能 说完继续接着唱 甚至早晨 儿子去开门 结果发现门被封住了 原来一夜大雪 不但把门塞住 整个屋子也被埋没了 就是这样 当仇敌夜间经过的时候 大雪把他们遮蔽了 更古的神是你的居所 他永远的宝贝在你以下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愿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个事实 主那永远的宝贝 永远拖住我们 主那大人的宝贝 永远扶持着我们 我们要相信主神可靠的应血 不要理会自己无定的感觉 只要我们如诗歌的第一节所说 交通和甜美 活在与神的交通里 活在身体的交通里 这个交通让我们先享受到 丰盈的喜乐 全辈的福气 神圣的平安 进而摸着到主那永久的宝贝 使我们安息 无惊恐 我又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 他们必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那把他们赐给我的父 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把他们夺去 愿神祝福我们 感谢赞美主 Amen 心心 真理 真心 宗满平安 安息 再满永久 防备主 月心 月光 明天 光照 长安 安息 再满永久 防备主 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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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平安的脱衣无尽空 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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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在那永久 防备主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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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 优优优独播剧场 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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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的脱衣无尽空 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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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在那永久 防备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